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缺呀 话说,红富元的纸皮最后一补已经上线了 大家是不是在更新的时候 直接把红富元的纸皮最后一补给拿下呢? 还真别说,这款皮肤是真的挺好看的 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了 但是呢,和雪焰对比的话还真的差一个等次 毕竟雪焰好歹也是精品嘛,所以还是没法比的 而且最后一补的这款纸皮呢 它的造型都是来自圆皮的,所以这应该就是差距吧 那么这边大家应该看到小秋的快乐石有1.46万个 所以你是不是以为小秋会直接拿下呢? 那你就错了 小秋的快乐石是要留着等 今夜不在在周年期完场的时候直接购买的 那自然现在是不可以消耗任何的快乐石 那么,不用快乐石难道是要充值吗?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小秋到时候不够快乐石买今夜不在的话可能会刻 但是,红富元这款纸皮是不会刻的 因为,可有可无啊 而本集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款纸皮其实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哟 那么怎么获得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看到左下角这个体验两个字的没 当未解锁的题目,右下角有指验两个字的时候 说明这款题是可以使用纸皮卡兑换的 没错,小秋要把一周年庆的纸皮卡和新年的纸皮拿出来兑换红富元的纸皮卡 当然啦,小秋是不玩监管者的 而且也不怎么会玩红富元 所以纸挂也没打算拿下 毕竟纸挂确实真的只能用要么刻机要么宽的时候 如果你也有纸皮卡的话 又非常想要这款衣服的话 也可以直接兑换哦 但是小秋要说一点 仙鹤在二周年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概率反常的 如果你又非常喜欢仙鹤 但你的纸皮卡又只有一张的话 你可以稍微继续等一下 等爆料之后再决定兑换红富元的纸皮 还是兑换线盒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